就是接着呢我们要讲的叫做Attention 那为什么要讲Attention呢 原因就是因为在RNN发展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RNN虽然可以做到蛮多不错的事情 但当你的Input很长的时候 好像就会没那么好 那Attention的这个概念就衍生出来 它的想法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Attention是注意力的意思嘛 你想想看 比如说你今天 你过去发生非常非常多事情这样子 然后今天我就问你说 你今天早餐吃啥 然后你就要从你脑子里面 截取回想一下 你早餐吃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记忆 然后拿出来 所以你其实是专注在 我问你的这个资讯上面 你的Attention其实在这边 那你的脑子里面也会有很多可能是古早年前的记忆 比如说十年前的暑假去哪里玩啊都在你的脑子里 但是我问你某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只取用某一块的资讯 比如说你这几周然后听了一些上课的Lecture 当我问你What is deep learning 那你就会 你就会用一下你脑子里面 这两块的资讯 然后再组织回答案 回答我嘛 对你应该不会想说 哦我十年前这个暑假去了哪里玩 然后用了这个资讯回答 回答我就很奇怪嘛 所以Attention的这个概念 其实好像还蛮好理解的 就像大家在看 在上课的时候 虽然你的眼睛可以看到 整个教室的资讯 可是你的Attention 应该是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对不对 所以其他的东西虽然有 有被接收到 可是并没有进脑子里 因为你的Attention 只在某一些 partial的input上面 所以这就是跟 有在working的memory 跟有sense到的memory 是不一样的东西 有sense到的memory 比较像是 你眼睛就是有看到 有一些声音就是有听到 可是你可能 耳边风这样子 没听进去 对那就是没有working嘛 那sense到的资讯 跟有work的资讯 是有一点差异的 有work的资讯 其实就是有Attention 你有Focus 所以你才有 把这些听到的声音 听进去脑子里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东西 是在long-term memory 比如说 你现在听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可能想说 你之前曾经听过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你可能会从 你的long-term memory里面 retrieve一些相关的资讯 来做思考 对那你也会把 你现在 比如说我教的这些资讯 因为你现在在思考 然后就把它 放进你的long-term memory了 对你下次就知道了 所以这有点像是 大家脑子里面 运作的模式 有很多东西是sense到 但是还没有经过处理 没有放进脑子里 那经过处理 正在处理 正在处理 有一些东西才会 渐渐的被放在long-term memory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Attention呢 就是上面这一块 有很多东西是有sense到 但是它不重要 你没有真的注意它 所以像刚刚说到的 RN这样子的模型 其实常常我们就会把它用来 是处理很长的一个input 或者是一整个image的情况 一整个image里面 可能非常非常多object 那你可能只看到 哦 这是大家的毕业照 有100个人 但你只看到你自己这样子 你的Attention只在这边 所以想象中 当你资讯进来的时候 是非常多的时候 你不会focus所有的东西 你只会focuspartial的东西 这就是Attention它的概念 那一开始 Attention的这个机制呢 其实是被用在 Machine Translation 这样子的任务上面 好 什么意思呢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讲过 Machine Translation 它是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任务嘛 对不对 我的input是一个sequence 我的output也是一个sequence 所以我有一个encoder 有一个decoder 然后input如果是深度学习 我就用一个 我们把它encode起来 接着呢 我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有整个 sentence的embedding 一个vector去表示这个 整个input的句子嘛 那我希望它能够 透过这个句子level的资讯 能够decode出对应的output 比如说deep learning 那实际上在训终 那实际上在训练的时候 绿色这边跟蓝色这边的整个是两个rn encoder decoder串在一起一起训练的 那这样子看起来很正常啊 好像没什么问题 那到底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发展出Attention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你看哦 比如说现在我在做output的时候 我第一个时间点我output deep 下一个时间点我output learning 这边会接一条是因为 他要知道他已经output什么了 所以通常会把已经output出来的这个词 也接到下一个字 让他可以看到他已经写了什么 然后他之后要继续写什么 那这时候 如果我这边没有给他任何input 当这个句子非常长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会忘记 我一开始是要翻译什么啊 对不对 他就忘记这个东西嘛 当他非常长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就这个绿色的传传传传 传到太远 所以大家就想说好 那我就每一个时间点 都要好好的去确认一下 原本我要做什么句子的翻译 对不对 所以我就每个时间点都把这个vector 都会丢进去 好 所以就是一视同仁 那这样子的效果是什么 这样子就是每一个时间点 我在产生每一个字的时候 我都要回想说 我现在要做的是 这个句子的翻译 这个句子的vector在这 我会看一下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蛮长 蛮基本 大家常会使用的 这个machine translation的一个model 好 那为什么会发展出attention呢 好 原因是这样子的 你想想看哦 刚刚这个例子 你在说deep的时候 你现在做翻译嘛 你在说deep的时候 你是 你一直让他看这一个 好像没有那么的对嘛 对不对 你看你看哦 为什么他叫做deep learning deep就是因为他是深度嘛 那learning就是学习嘛 所以其实deep learning 其实deep其实focus在这两个资讯上 learning是focus在这两个资讯上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这个感觉 你如果把这个translation 想成是一整个非常长的文章 你要做translation的话 你在做翻译的话 你有可能直接看这整篇文章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embedding 然后就完全记得这篇文章 然后全部把它翻译出来嘛 其实好像蛮难的嘛 人类其实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一句一句 先看这一句 然后你就根据这一句 这边的这些内容 然后这样翻翻翻 所以你的attention 是会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是会focus在不同地方的 所以像这样子 原本的这个做法 你就没有模拟出 focus不同位置的这个感觉 你就会变成是 永远都是看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加上这个tention 因为当你的input非常长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不同时间点 看不同的东西 这样子其实才会work得比较好 那怎么做呢 做法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希望让它能够自己学习 它现在要产生第一个 翻译出来的字的时候 我要focus哪里呢 这样子 所以通常就会先准备一个 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呢 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vector就是用来 帮助我们去决定 哪一个东西是要focus的呢 比如说这是一个vector 然后它就会跟现在这四个vector 去做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 算有点像是一个matching的机制 就是看说 我需不需要在这边focus多一点呢 那这是一个值就是一个weight alpha它的这个weight表示 我的注意力需要多还是少 所以alpha越高的话代表你需要focus越多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做法 那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 直接拿z跟h 它的cos similarity 来当成它的这个alpha的值 也就是说当它们两个值越大的话 那就是我要注意多一点 那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就是 你的z的dimension要跟h的dimension是要一样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是 这边就是一个nn 它就是要吃z跟h 然后让它去学习怎么output alpha 像是这样子 这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就是你就是需要额外的学这个nn嘛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attention 它通常是怎么work 假设在第一个时间点z0 我现在决定说 这四个vector哪边是well focused的嘛 所以我全部都会去算它的 比如说cos similarity得到四个alpha的值 那因为这四个alpha值 它就是一个值而已 所以我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几率分布 我才会知道哪边是我要focus多一点嘛 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就是加总为1的感觉 所以我会把它过一个soft max 那它就会就一样 它就是一个几率分布 然后呢这个几率分布 就可以帮助我决定说 哪一个h我要看的比较多 比如说alpha 这个alpha1是值比较高的 那我就用这个alpha1乘上这个h1 然后跟其他的alpha2乘上h1 是他们的weighted上当成我最后要参考的机制比 就有点像是你这边我告诉你说 你这边要focus多一点 你就让他的weight重一点 其他地方你不用focus那么多 你weight就低一点 然后全部weighted上在一起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这个C0 就在第一个时间 第0个时间点呢 我还没产生任何的资讯哦 我就要先决定说 我要先看哪里 看哪里就是决定这个attention的weight attention的weight它就会沉在 我的这个input的vector上面 然后这就是weighted上的结果 所以这个C0呢 假设说 我就发现说 你第一个时间点 第0个时间点你要focus这两个字 然后去产生第一个 translate之后的word 那它就是0.5h1跟0.5h2加在一起 那这里就是第一个时间点它的input咯 然后你就是放进你的这个decoder 比如说是一个rn 然后就让它decode出deep 那当然刚刚有说就是 你这边学这个0.5你也可以是一个network 然后让它直接在整个大model里面包含了这一个参数 还有你整个rn一起去做训练 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步 第二步跟第一步其实是一样的 第二步我们出来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会把这边的资讯再拿过来去计算 就是Z用Z的资讯 Z1的资讯再拿过来去计算alpha 刚刚是用Z0 现在用Z1 因为已经到第一个时间点了 然后就会有所有的alpha的值 然后我们再做softmax 然后就会得到下一个时间点 我要做的这个tension的分布 然后再去做weighted sum 所以我就会发现 下一个时间点 这两个weight比较高 我要看学习 所以我就产生learning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直到它结束为止 你可以看到这个跟原本的差异 就是在原本Z1跟Z2看到的 这边的这个vector 全部都是一样的 但现在每一个时间点 它会看到不一样的vector 那这边的这个不一样 其实是来自 它有不一样的attention的weight 然后去把这个input做一个整合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它怎么知道它要focus哪里 它就是从data里面 自己会学到说 如果你的data就是 深度学习跟deep learning 它自然而然就会学到说 第一个时间点 我就是要focus这两个字 第二个时间点 我就要focus这两个字 它会自然而然学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只要把data放进去 然后让它有这个 可以自己去找attention的机制 它就会自己去学 要怎么把这个attention predict的好 那这边的这些vector 也都就是都是根据它的 它要怎么用这个vector 来去拿到好的attention 它会进行optimize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说 请问这个z0要从哪来 那其实这个z0很简单 因为通常我们在产生之前 可能产生字之前 我们句子之前 我们都会有一个start token 就是sentence的starting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 一个start的这个token 进去对应的一个 很基本的vector 那因为这个vector 会根据training的过程中 一直update嘛 所以自然而然 它就会调整成 句子开头 你应该要怎么focus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向量 可以帮助它去知道说 用这个向量 它就可以找到 哪边的attention会比较高 所以全部东西就只需要 准备资料 以及让它有attention的 这一个机制 你就可以让它自己去学 要怎么去focus 你完全不用告诉它 哪边要高哪边要低 那这就是刚刚的这个概念 那在这个状况下呢 我们需要多定义一个东西 就是z z就是拿过去算 similarity的这个 我们叫它query 就是有点像是 你在搜寻当中 你输入的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trigger的 那个资讯 所以我们叫它query 然后被搜的这个东西 叫做key 接着呢 它是不是算出这个alpha alpha是不是会 沉在这个资讯上面 然后去做weighted 被沉的这个 就是被组合起来的资讯 叫做value 这边key跟value 在这个例子下面 是同一个vector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是不同的 就没有规定说key跟value 一定要是一样的 你可以是用某一个vector 去算某一个vector 去算它的这个alpha 但是用一个对另外一个vector 去算它的weighted sound 后的结果 所以有这三个资讯 在attention的架构下面 是很常被提到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这个概念 通常就是query跟key 会算一个similarity 去决定这个alpha 然后alpha呢 会沉在这个valuevector上面 去做weighted sound 好 那刚刚说到这就是 dot product attention 是最常用的 那如果我们图示起来 就会长这样 query呢 是一个vector 所以它是小写 那为什么key跟value 都是metrics的长相呢 因为你想哦 刚刚的这个query 是不是一开头 开始的一个vector 但是里面有多少个字 你的input可能是有很多个字 比如说n个字当成input 所以n个字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vector 所以你有n个vector 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metrics 所以key的这个metrics 其实就是有n个input 它的vector key的vector而造成的 那value也是 value也是每一个字 它都会有一个valuevector嘛 那你有n个字 那就会有n个valuevector 然后变成是一个metrics 所以用v来表示 所以如果刚刚那个过程 把它化成式子来看 它其实就是 每一个query跟对应的 这个key算dot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会得到那个alpha 然后是不是会做softmax 就把其他的 也一起拿进来normalize 然后再乘在对应的 这个valuevector上面 然后这就是weight attentionweight 然后乘在这个value上面 然后最后sum起来 那这就是最后你用的那一个资讯 对 所以就会常常这样写 在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query跟key 它的dimension会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要dot在一起 那value是可以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刚把它写成这样子 但因为你在产生output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用了非常多次的q 对所以实际上你整个也可以把一连串的这个q写成是这样子 就是很多个小q 所以它也是变成是一个metric的形式 那它就直接写成这样 就是q乘上k的transport 然后乘上那个v 然后再做softmax 就是normalizer这件事 如果你把它展开来看一下 其实应该算是还蛮好理解的 就是每一个q就是每一个时间点 你要output的这个东西 你要output的时候 要trigger出来拿进去乘的那个query的vector 然后key就是被乘的那个资讯 那这边是value 好 那这就是很基本的attention的概念 试你 试你 试你